大家好,我是桑欣 今天带我小孩子去买球鞋 我们到了一间Nike的亮漫店里面去看鞋子 结果看到几个年轻人在那边聊天 我觉得特别有趣啊 也让我回想到过去很多年轻人跟我聊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会放在盲目攀比 自我虚荣 我们从以前说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人是一个遗传的动物 很多习惯跟思考模式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从远古时期 思考和改变是一个非常耗费能量的事情 因为大脑占据了人类消耗的能量70%到80% 所以能不思考就不思考 能不改变尽量不改变 这是老天爷传给我们的这就是人性 如果我们都照着人性来做事情 那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模一样 很难会有与众不同或者是出头天的那一刻到来 今天我看到了一些什么事呢 有一个小朋友啊 也不算小朋友吧 年轻人吧 20多岁 应该是一群同学出来买东西 应该早都毕业进入社会了 他想要买一双大概8000多块钱的鞋子 我想哇 8000多块鞋的鞋子 我可能几十年的鞋子全部加起来 还不到8000多块钱呢 他就在那考虑再三要买不买 听到旁边的同学东一句西一句 是这么说的 哎呀不要想那么多 花钱嘛 赚钱不就是为了花钱吗 赚这么多钱 这么辛苦的工作 不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另外一个说 就说对呀对呀 既然喜欢就买吧 能够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容易 也不过9000多块钱嘛 哎 后面接下来七嘴八舌就开始了 你看人家小赵 他还不是买了一双Nike的鞋子 他赚的钱还没你多呢 他才刚出社会 他不就买了一双那个鞋子 鞋子比你还贵 另外一个说 对呀你看小王 他薪水跟我们差不多 可是他每个礼拜都请他女朋友吃大餐 我们省吃俭用 买双鞋子有什么了不起 另外一个跟着就说了 对呀我看那个小廖 他每天上班都喝一杯星巴克咖啡 他薪水好像跟我们也差不多 你看人家日子是怎么过的 还不是滋嫩滋嫩的 接下来有一个说 对呀对呀 你看那个小刘 连车子都买了 我们都还骑摩托车坐捷运 结果我看那个当事人原本犹豫不决的表情 逐渐变得坚定下来 结果他就把那双8000多块的鞋子给卖了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 到底大家讲的对还是不对 这个七嘴八舌举的例子到底对不对 好像讲的都很有道理哦 可是大家忘记了一件事情 很多事实的背后都有许多不一样的故事 他每天喝一杯星巴克 搞不好是因为他老子有钱啊 他买车搞不好是为了晚上兼差赚更多的钱呢 他买了一双Nike的球鞋 比现在这一双8000多块还贵 搞不好他是要买来卖的呢 所以很多我们看见事实的背后 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经验来解释 我们看到每一件小小的事实 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 会根据经验值来拼凑各种 我们看到的小线索小事实 因为我们不可能看见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能想象和思考 去决定各种我们没碰过的事物 靠的就是自己大脑凭着经验拼拼凑凑出来 自己认为的事实和故事 我们看到好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可能没见过 但是我们看多了 我们看到好多喝星巴克 或者是买Nike 提早买车的年轻朋友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四五十岁同学会的时候 他会发现 哎呀有的同学结婚生子 有的同学买房子 有的同学拿这些平常省下来的钱 去投资理财 变成了什么 有钱人 但自己只会在心里想 我错了吗 我真的错了吗 我只不过和大家一样花钱 真的错了吗 只要放过自己一次 只要自己用不理性的想法 说服自己一次 那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奢侈 花钱浪费 也是一种会上瘾的事情 你说不是吗 今天讲的比较有点沉重 我用比较夸张的方式 来形容自我攀比 或者是叫做虚无的攀比 来说服自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好嘞 我们要讲的小故事就到这里咯 很多时候 随着人性去做事情 那就会成为一般人 唯有对抗人性 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和决定 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掌心幻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明天见 拜拜